新年,澳門吹起一股創新創業的風潮 但在街鋪、社字樓、工廈租金高企 本地居民蔡志勇和許國亮 看好本澳創業風潮帶動下的共享辦公室前景 合資1000萬建立物色共享辦公室 提供60個2至6個座位的獨立辦公室 開業約一個月已租出超過三成 未來亦都希望將這個規模複製至大灣區 為本地和灣區的居民提供多一個平台 其實可Working Space一開始在歐美最興盛的原因是 因為它是可以節省一些初創的業者 或者是中小企業的一些開業的成本 然後尤其近幾年來 各行各業其實生意經營的手法 跟以往傳統的有點不太一樣了 所以慢慢地越來越多人的對於我的辦公室 應該設立在什麼樣的地方 這個考量已經慢慢地不同了 所以在共享辦公室的經營上面 就會有更多的一些機會 跟更多的商機 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說 由於各地推動創業創新的工作 再加上政府的推動 創業人士比以往多了很多 尤其是科技界 共享辦公室的概念也都應雲而生 並且在短期內全球火熱 過去幾年有很多辦得很成功 今期的個案是一個在澳門營運的共享辦公室 在營運上可以和國內外其他不同的共享辦公室合作 做一個聯盟 以比較低成本的方法來為成租者提供國際性服務 另外可以嘗試和一些大的國際性企業合作 引入他們的一些部門 例如投研等的代表進駐 來協助小企業成長 隨著未來五芝時代的來臨 辦公地點將不會是很大的束縛 所以出租會議室的業務可以加強 我們這裡都有不同行業的公司 例如國際方面會有一些航空公司、物流公司 當然也有一些半地的設計公司、裝修工程、地產等等的公司 平時他們都會在我們共享空間裡 例如喝咖啡、交流一些商業資訊 都會有助他們發覺更多的商機 中銀中小企服務中心說 隨著近年市場創業的氛圍增加 重創空間因為較低的租金成本 有利降低初創企業的創業門檻 已經成為不少創業者首選 所以經營共用辦公室不應該只提供辦公場所 必須依靠其他增加配套服務 來吸引初創企業 國安企業若計劃將現在的模式複製至大灣區城市 建議提前了解兩地的文化、政策、營運環境的差異 明確企業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目標客群類型 亦都可以提供當地其他重創空間難以複製的特色業務 建立專業化、特色化的重創空間 我們其實提供了各行各業不同的類型是可以選擇 譬如我們針對可能剛開始初創的一人的公司 我們有提供Hodex的服務 就是它可以在我們公共的空間沒有固定的位置上面上班 那我們針對已經相對穩定來說的中小型企業 我們提供一人房到兩人房 甚至更大型不同的房間、獨立的辦公室 可以供他們去做選擇 那我們同樣都有的在package裡面的是我們的櫃台秘書服務 在他們每一個客人來到我們這個辦公室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送上咖啡、然後送上茶 那其實甚至他們公司不在的時候 我們就像是前台秘書一樣會幫他們收送一些信件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劉丁紀博士就說 會遭用共享辦公室的客戶 很多都是希望在澳門取得據點 並在整個灣區市場進一步擴張 所以這些企業不單只需要辦公空間 其實還需要枯化、輔導、培訓、諮詢、投資、融資 以及財務審計等等一條龍的服務 甚至引介輔助輔導和諮詢服務感就更好了 澳門在產業適度多元化 以及鼓勵創新創業的雙重政策的加持下 再加上中央政策利好不斷 澳交所的構思正在實現 未來灣區和澳門有更多新企業有相關需求 將來發展空間大 有機會爆炸性發展